大家好,我是卡姐 今天的天色非常漂亮 今天真是藍天白雲 我自己駕駛出來吃早餐 現在是早上的8點鬆一點 我在花園做了一陣子的運動 拉筋 現在駕駛出來吃早餐 或者很多人說美國加拿大 真的吃早餐都要過山過水 駕駛去很遠 其實我個人認為 在駕駛的途中 你享受了很多很漂亮的風景 不是說過山過水 因為有一段距離 你可以看到周遭的樹木 屋、田野都很開心 我自己跟自己說 我如果有80歲 都還是體力可以駕駛到車 我會繼續駕駛的 真是一個獨立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在美國或者加拿大 真是沒有車駕駛 真是沒有了腳 你困在家裡 哪裏都去不了 一定要學會駕駛 駕駛就是給自己很大的自由 你起床之後 在Google搜尋一下 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早餐、餐點 你搜尋找到之後 你就可以駕駛去的了 真的駕駛有很大的樂趣 特別是 我從溫哥華 過來波特蘭 駕駛對於我來說 這裏就很開心 很多很多 這些路口很駕駛 還有他們基本上 每一個交通燈 向左轉的路口 都有一條轉左的連結 就不用塞住其他向前行的車輛 在溫哥華 真是現在一天塞車 還有因為它的道路 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幾十年來 所以 根本上就不夠用 它現在還要畫多一條單車線 以前更加紮夷 在這裏駕駛 我真是樂趣無窮 好好駕駛 還有它的車速 車的流量 真的令我 很開心 在這裏駕駛 所以 我很願意出來駕駛 為了一杯咖啡 哪怕是要駕駛一個多小時 才去喝那杯咖啡 我都會去的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性格的人 你看多漂亮 駕駛的風景 真的很漂亮 兩旁的樹木 長得很高大 在美國和加拿大 基本上 道路的交通網 是非常非常發達的 因為它一直以來 這幾十年來 甚至近一百年來 都是鼓勵你駕駛 而不是鼓勵你去搭交通工具 那些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是集中在市中心的 或者輕軌的車 巴士 或者那些 區以區之間的 接駁的公共交通小巴 那些都是在一些比較繁盛的地方 那你離開那些區域 你就要駕駛的了 駕駛是無窮的樂趣 真是很開心 其實你出去其他地方旅行 出國旅行 去歐洲旅行 很多時候如果你是在災團的話 很多時候都是很多個小時 每一天 你都是坐在旅遊巴士上面 是吧 那其實呢 出來逛街 旅行 你都預料了 有一部分的時間 在交通上面 我記得有一次去土耳其 去看那個棉花堡 那裡就是一個很大的景點 那個棉花堡 就真的坐了車 坐旅遊巴士 足足好像我沒有記錯 坐8個小時 去巴爾幹半島也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歐洲的巴爾幹半島 也都是 我相信有一半的旅行行程 在巴士上面 為什麼我每一次從溫哥華 回來Portland 我都是要自己開車 無論駕駛六個小時 駛七個小時 我就覺得很自由 很自由 為什麼我每一次都是一口氣 不停駛六個小時 回來Portland 只是在中途加一至兩次的汽油 加完油之後 就立刻又再趕時間 即是 你說是趕時間又行 不趕時間又行 有些朋友就說 為什麼你不在西雅圖 住一晚 或者是在哪裏 中途休息一下 那我覺得 我一天最精彩的時間 就是一早到中午 一到Iman 你越將時間拉長 休息一兩個小時再開 就更加疲勞 即是你那個時間長了 是吧 歸家深切的時候 你根本上就是 不會有什麼心情在半小時 又停 又在那裏 擔悟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不會的 所以我一口氣 就欠六個小時 或者七個小時 好了 那現在呢 我又來到這一間 吃早餐的早餐店 上兩集我都介紹過的了 就和女兒來吃過 今天呢 就是我自己來吃 那我自己來吃 今次呢 看看如何 今天呢 就是閒一來的 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人 這間早餐店 都頗隱蔽 在這個位置 我們呢 平時 收甲的那間 做指甲店 就在這個 Pasa 裏面 所以每一次來收甲 都會經過這一間餐廳 那所以呢 就會是 很多時候 會來這一間餐廳 就會吃個早餐 喝杯咖啡 那 早上阿卡姐都來牌了 一定是有杯咖啡的了 如果沒有杯咖啡 落肚呢 就 經常都是 沒有來精神 那 所以呢 咖啡呢 真的會上癮的 你到時到後 起了身之後呢 要不你就在家裡 沖咖啡 要不就出來喝的了 那有時呢 一天都喝兩杯的 基本上 那 肯定很多時候都在外面喝的了 那 喝咖啡就幾元而已 那很多時候就說 如果 如果你 經常喝咖啡 很浪費錢 那幾元 兩杯 起碼都成 怎樣呢 差不多成十元了 你給了貼 那樣 但是呢 就 不要計得那麼多 到了退休年紀 是吧 如果到了退休 還要在那 一先一毫地計 就 真的都覺得是 幾有壓力的 所以 我昨天那條片 亦都說到 亦都回應那個網友 其實 她叫得我阿姨 我想她都是年輕女 而已 所以我們其實 每一個人的價值觀 我不會介意 有些人 她會為了自己的 一些目的 或者是 一些 怎樣說呢 是生存的方法 可以接受到 丈夫 是去 三妻四妻 但是 每一位女士 都應該和自己 去 計劃一個 長遠的 一個 經濟的計劃 這個經濟計劃 如果自己不是說 出生在 大富大貴的家庭 就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去捱 靠自己去博殺 我記得 拍拖的時候 當時的男朋友 現在的外子 就答應 她就說 她已經出來做 實習醫生了 她將來的生活 就很穩定的 應該是救一個家庭的開支 生活 你不要說 要求太高 如果你不想做 想在家裡 她也可以 當時我跟她說 不會 我一定是保持我的工作 我覺得 工作 我會很開心 這份是我喜歡做的工作 而且 我也很清楚 很明白 我要付出 時間 勞力 我會有一個很穩定的收入 是不是 不是說 我的收入 做餐館生意 就會是 跟其他做醫生 那些比 就好像有些 怎樣說 有個距離 有個差距 不是的 我從來不自卑 我覺得 我不是說 一輩子去拿鑊 是吧 我拿到我第一桶金 我開始可以轉型 但是 我亦都會保持 那些餐餐館生意 來做 一定是 不會說 跑輸的 贏多少 我是未知之數 但是 一定要保持著 工作 所以 我就跟她說 我說 我的工作 我一定會保持 如果你說 結婚之後 要生兒獄女 小小 要回家庭照顧 這是一個很短暫的 我亦都很幸運 我有家人 我自己的父母 可以幫到我 但是 如果你說 我沒有 我沒有人幫 這樣 我最多是 請多一兩個人 回來餐館工作 讚美一點 那我呢 都會背著 寶寶 每一天 在餐期 之前 我都會回去 看一下 準備工作 一定會保持著 工作 是賺得微一點 但是 是可以的 時間上 是給自己安排的 說到這裏 這隻牛扒 的sauce 很好吃 我覺得那些味道 很適合我 我亦都要找這隻牌子的 牛肉醬 挺好吃 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 今天 將牛扒 將牛扒 牛扒 蛋 分開 不知道是不是 很險 洗碟 不怕多 如果餐館這樣 其實可以是一碟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要做兩個碟 那你真的 洗碟也會多洗 當然 用物酸來洗 沒什麼關係 但是 分開 我又覺得 好像有一點 因為 第一次 煎牛扒 我覺得 很不理想 七成熟 七成熟 已經 我沒有辦法吃 他都不好意思 拿回去 他就給我一件 這件 對於我來說 都是熟過龍的 我吃的是很生的 我也有做視頻 給大家看 我吃牛扒 吃得很生的 但是 現在這件 基本上都是 六成熟的 是不合格的 不過 無所謂 他今天可能 行一 那些 廚師 是休息 可能被其他人 頂蕩 很正常的 在餐館來說 但是 不要挑剔了 他做過第二件 給我 我也收貨了 做人就不要太強求 強人於難 我們要大家懂得做 好了 亦都說回 如果有小蚊仔 那小蚊仔 你可以休息 一年 或者一年 鬆一點的假 當然 那個假期 那個產假 在加拿大 你可以休一年 那你自己的生意 沒有人跟你緊張 你是自己緊張的 所以 你說 臭小蚊仔 為何有這麼多 的 送小蚊仔 去 day care 就是 因為 可能 媽媽那份工 她真的很不捨得 放棄 所以 就要送小蚊仔 去 day care 但是 day care 的費用 是不便宜的 我記得當時 說回 我的大兒子 四十幾歲 四十幾年前 那時候的 day care 都要三百多元 的 day care 要你自己提供 一些 baby food 即是 BB的食品 或者 diapers 那些子療片 你要自己拿去 的 她的時間 比較長 由早上 你七點多鐘 可以送去的 下午 最遲 你要六點 之前 你要把 BB帶回家 的 那我就很幸運了 有我自己 家人 照顧我 爸爸也很喜歡 照顧孫的 那些人 所以我就很幸運 可以keep 得回我自己 要做工的 這份工作 是很重要的 工作是給到 我們的收入 亦都是給到 我們有一個 support 信心的support 人經濟獨立 就不需要過一些 養人鼻息的生活 無論是年輕 老的 亦都一樣